1936年剑桥大学 一位24岁的青年正在写下一篇论文 他叫艾伦·图灵 而这篇论文将改变人类对计算的理解 图灵思考的核心问题是 究竟什么可以被计算 有没有一种最简洁的模型 可以揭示计算的本质 图灵的回答并不是一台真实的机器 而是一个思想实验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图灵机的模型 它只有三个组成部分 一条无线长的纸带 就像今天的内存或变量空间 用来存储数据 一个读写头能在纸带上移动 像程序计输器那样读取写入符号 一张状态转移表 就是最早的程序逻辑 定义在不同状态和符号下 该执行什么操作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系统 图灵确证明 它能够完成一切 可以形式化描述的计算 换句话说 无论是现代笔记本电脑 还是超级计算机 它们的本质都与这台纸带机等价 它们都是通用图灵机的体现 从这一设想中 人们得出了一个重要概念 图灵完备性 如果一个系统能够模拟图灵机 就成为图灵完备 这意味着 从python,c,gs到excel标格 理论上都能表达同样复杂的计算过程 差别不在于能不能算 而在于效率如何 表达是否简洁 然而图灵并未止步于此 它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 停机问题 存在一个万能程序 能够判断另一个程序 最终会不会停机 只观上这似乎合乎情理 但图灵证明 这样的程序永远不可能存在 要理解这一点 可以借助一个类比 理发师悖论 想象一个小镇 有一位理发师 只给村里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 如果理发师给自己理发 那他就是给自己理发的人 就违反了他的原则 如果不给自己理发 那他就是不给自己理发的人 就应该给自己理发 从而陷入了逻辑矛盾 回到停机问题 图灵的推理与此类似 他首先假设 存在一个万能判定器H 可以判断任意程序是否停机 接着他构造了一个特殊的程序D 它的规则是 如果H说他会停机 D就偏偏不停 如果H说他不会停机 D就立刻停下 最后当我们让D判断自身时 矛盾出现了 无论判定器给出怎样的答案 都会与事实相反 这意味着 所谓的万能判定器根本不存在 停机问题 从此被证明为误解 图灵机与停机问题的意义在于 他们不仅界定了机器能够计算什么 同时也揭示了机器永远无法计算什么 这是人类第一次 为计算的能力与局限 画下了清晰的边界 它不仅是一段计算机科学的起点 更是一段关于人类思想极限的故事 随着第一批电子计算机的诞生 人类真正进入了可编程的时代 然而最初的诚信员面对的 却是无尽的零与一 在这些机器里 所有的指令都必须直接写成二进制 人们要么在控制面板上一排排的波动开关 要么通过传控卡片和纸带 把比特输入到机器中 每一道程序都是从手工排列的零与一开始的 为什么是零和一 因为在最底层计算机就是无数个开关 开关只有两种状态 通电或断电 在电路里对应高电频和低电频 换成符号就是一和零 这些开关组成逻辑门 语门 货门 飞门 正是这三种最基本的逻辑 构建出加法器 乘法器 乃至整个CPU 这就是为什么零与一 足以表达所有计算 但写程序的人却并不轻松 因为所有的指令都必须直接写成二进制 他们不得不反复查表计算地址 小心翼翼的在卡片上打孔 一旦出错 整段程序就会崩溃 编程在那个年代 是一项极其枯燥而痛苦的工作 于是人类开始寻找一种更自然的方式 结果就是汇编语言的诞生 汇编的出现 让二进制指令第一次有了符号化的名字 例如这一串机器码 101-0100 在汇编里就能写成MUAL 相比枯燥的数字串 这样的写法简洁直观 汇编并没有让人类彻底摆脱底层 程序员仍需理解寄存器和内存地址 但它带来巨大解放 让人类第一次摆脱冰冷的二进制 用符号与语言和机器沟通 这一刻 编程真正迈出了 从机器语言走向人类语言的第一步 20世纪50年代 计算机走进科研实验室 科学家们用它来解放成模拟轨迹 做工程计算 但它们仍然依赖汇编语言 每一步都要面对寄存器 内存地址和挑战指令 枯燥低效且极易出错 它们迫切需要一种更自然的方式 去表达数学与科学的问题 1957年 IBM公司Joan Bakas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为什么不能像写数学公式一样写程序 让机器来负责 把它翻译成二进制 不行吗 这一摄想催生了 历史上第一门真正的高级编程语言 Fortune Formula Translator 意为公式翻译器 Fortune的代码看起来像是这样的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这样的写法在普通不过 但在1957年 则是一次革命 程序员第一次能够用接近数学的方式 告诉计算机要做什么 而不必关心具体如何去做 更令人震撼的是Fortune带来了 计算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编译器 它不仅能把人类写下的公式翻译成机器码 还能自动优化程序 甚至在很多情况下 比人工写的汇编还要高小 在那个年代 这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成就 人们第一次意识到 机器不仅能理解人类的语言 甚至能帮助人类写得更好 Fortune很快在科学与工程界流行开来 被NASA用于火箭轨迹计算 被大学与研究所用于数值模拟和方程求解 在冷战时期的大型工程中 Fortune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 直到今天 它仍活跃在高性能计算领域 因其在矩阵和数值运算上的高效 依旧无可替代 Fortune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技术突破 它标志着编程语言的一次转折 编程第一次真正站在人类这一边 语言从此不再只是机器的语言 而成为人类的语言 这一刻编程开始真正成为科学家的伙伴 而不仅仅是工程师的工具 195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家Joan Mikeson 正在思考一个不同寻常的问题 如果我们希望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 那么我们是否需要一种能够表达思维的语言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Joan设计了LISP 这个名字源于List Processing 列表处理 与Fortune不同 Fortune服务于公式与数值计算 而LISP的目标是成为一种适合推理与符号操作的语言 这意味着LISP不是简单的让计算机做数学 而是让计算机开始尝试表达思考本身 LISP带来了许多划时代的特性 万物皆列表 在LISP中代码和数据都用括号表示 一切都是列表结构 代码即是数据 程序本身可以当作数据被读取和修改 这使得LISP拥有强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生成能力 函数是一等功名 函数可以像编量一样传递或返回 这是函数是编程思想的起点 天然知识地规 地规成为描述复杂逻辑与塑形结构的自然方式 自动垃圾回收 LISP是第一门带有垃圾回收机制的语言 程序员不必在手动管理内存 在这些特性中的许多 直到今天依然是现代编程语言的基石 在LISP中运算采用前罪表达是 例如1加2 在LISP中是加号12 这种写法虽然看似别扭 却让运算顺序清晰明了 没有任何歧义 LISP不只是一门编程语言 它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基石 在20世纪60到80年代 专家系统符号推理 自然语言处理 几乎都依赖LISP 它开窗的函数式思想 影响了Hesco, Scala, Kojo 它引入了垃圾回收机制 被Java, C-Shop等主流语言集成 它的红系统 启发了现代原编程 如Rust的红与C++的模板 甚至Python的Lamada Jaskrub的函数写法 都能追溯到LISP的设计哲学 可以说现代编程语言的血脉中 粗粗流淌着LISP的基因 LISP的哲学是 程序就是数据 语言是思维的模型 它不仅是一门语言 更是一种尝试 让机器去模拟人类的思维 在Fortune之后 编程语言第一次 不再只关注如何计算 而是探索 能否让机器理解思考本身 从图灵机到汇编 再到Fortune与LISP 我们见证了编程语言 最初的四个台阶 图灵机定义了 什么是可计算的 划定了计算的边界 汇编语言 让人类第一次用符号 与机器对话 Fortune把编程 从机器的语言 转向人类的语言 成为科学与工程的支柱 LISP尝试用代码模拟思维 开创了函数式编程 与人工智能的先河 这不仅是一段技术的进化史 更是一段思想的演进史 编程语言不只是工具 它是人类与机器沟通的桥梁 也是我们探索思维本质的一面镜子 而另一场巨变 正在悄然酝酿 20世纪70年代 一门语言与一个操作系统即将登场 C语言和UNIX 他们将共同奠定现代计算的基础 我是Roy 下集我们将一起走进C语言与UNIX的时代